你是一个最垃圾的练气七弟子 可你的师弟们却个个都是人族天骄 二师弟是未面之子 三师弟是重生者 四师弟更是上古界仙转世 就连最小的小师妹 也是未来的妖族大帝 没办法 那你只能开挂了 今天是你们小猪峰 召售新弟子的日子 你去门口迎接 可丁心一看你却懵逼了 因为你的系统提示 刚入门的小师妹 居然是幼年体的九尾天狐 姓名胡涂涂 九尾天狐幼年体 天啊 这可是最顶级的妖族血脉 小狐狸心装暗笑 这师兄肯定被我的天赋吓傻了 身为妖帝之女 可以说 他的天赋 绝对能让任何一个 见过他的人羡慕到流口水 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一个年轻人 遇着飞剑赶来 此人周身剑气还染 赫然是已经领悟了剑星 天啊 人族中 什么时候出现了这等天才怪物 你呵呵一笑 四师弟 来了 这人名叫白飞宇 只有你能通过系统面板看到 他是上古剑仙转世 姓名白飞宇 评价 年纪轻轻 便有绝对剑仙丰范的超量载实力 在区区结单期 就已经磨练出剑星 属实是了不得的小怪物 白飞宇傲娇一哼 师兄 听说今天小师妹如闻 你很积极啊 一把装着你的手腕 给琴塔按在了墙上 哎呦 吐吐吐 我只是去接个人啊 你这个逆子 我可是你大师兄 开着打浪到二位 结果天空糊涂吐一脸懵逼 四师兄这是 怕我抢走大师兄吗 小珠峰的人怎么都这么奇怪 等白飞宇离去后 你带着糊涂吐继续参观 弟子月落内 遇见了一个有点顺恐的少年 这人名叫陈长生 表面看似憨厚老实 可实际上只有你知道 这家伙背地里就是个谨慎的老六 因为他是重生者 姓名陈长生 评价 一个重度被迫害妄想症的老鹰逼重生者 估计是上辈子死得过于凄惨 导致他重生之后 变得格外小心 结果现在出现在你们面前的这些身体 都是假的傀儡 胡兔兔虽然看不出来 但本能感觉三师兄身上 散发着极为危险的气息 不禁寒毛倒数 不对劲啊 自己凭借血脉之力 一直都是同级无敌的存在 怎么刚进这清云棕 就连着受挫两次 你看到他这个反应笑了 一会儿有的是你吃惊的时候 因为和待会儿健的人比起来 上古界线转世 和重生者就只是个开胃小菜 正这么想着 隔壁的院楼内 忽然霞光冲天 剑气如同光柱一般直冲云霄 胡兔兔直接缩成一团 吓得瑟瑟发抖 这是剑意 这不是出窍息剑修 才能凝集出来的东西吗 他还没了提及 从震惊中恢复 就听到你一脸不带烦的大吼 喂 冷轻松 你小子 要不在明天前把房顶修好 就不要吃饭了 伴随着你的埋怨 一个背着剑的少年 从屋内跑了出来 他一脸冷漠 可只有在你面前的时候 才会露出憨笑的表情 好嘞 师兄 而这时 这位20D的系统面板 也出现在你面前 姓名冷轻松 评价 有一点点社交恐惧症的 未面之子 天定主角 没错 20D是传说中的未面之子 属性直拉满啊 每次看到他这属性 都忍不住骂出声 人和人之间的区别 也太大了吧 当初 你穿越到这休闲世界 便遇到了身为孤儿的冷轻松 带着他到处流浪 好不容易拉扯他 才遇到了自己的师父 老头子当时在天上遇见飞行 撇到冷轻松的第一眼 你们俩围图 当然了 他本来也只是想收冷轻松 但20D 不愧是你从小拉扯到大的仔 表示 兄长到哪 他就到哪 无奈下 掌门才把你们俩斗收了 可没想到啊 短短三年时间 20D冷轻松 一路突破结单期 可你这个大师兄 却卡在练迹期死活上不去 这对比 相差也太大了 很快到了晚上 师弟们都回来一起吃饭 未来的妖族女的糊涂兔 充分感受到了 什么叫做压迫感 爷爷 这些人怎么也太可怕了吧 有这么几个逆天天骄作证 妖族如何斗得过呀 不过 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不管是怪物二师兄 老鹰逼三师兄 还是傲叫的四师兄 对你这个大师兄 绝对都是毕恭毕敬 可你明明只是个练气期啊 直到第二天的早上 他终于知道为啥了 四师兄白飞羽 练剑兴起 和二师兄斗法 一时间剑气飙射 天地变色 三师兄苦苦支撑了阵法 才好悬 没让他们把房子给拆了 正当三师兄 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你的房间内想提升咒骂 大清早的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呗 一股如同海藻般的真气 直冲营销 把两位剑修士震得摔在地上 而这时候 你默默看了眼自己的系统面板 姓名欧阳穿越者 特殊资质 真气9069-62543 评价 你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宿主 上面那行字 格外资质特别醒目 虽然你的资质的确烂 只能修料到练气期 但得益于系统的帮助 真气值 比新宗的掌门还高好多倍 就连一个小小的水球鼠 在你手里 都能变成一头肆虐天地的水龙 还能咋办 师弟师妹们都这么扁态 我这个当师兄的 就只有开挂咯 胡涂涂从昨天上山之后 就一直都被震惊 现在人都麻了 他好奇问你 大师兄 我是不是很傻很废物呀 你摸摸头一脸宠你 傻孩子 你怎么会傻呢 小狐狸笑了 一把抱住 涂涂我呀 最喜欢大师兄了 今天 你带着小师妹出门采药 这一带妖兽很多 你打算顺手抓一只回去 在地上放了个绳套 另一头绑到树上 里面还放了个鸡腿 糊涂都一脸不解 师兄啊 这么减弱的陷阱 怎么可能抓得住妖兽呢 你呵呵笑 别问 用心看 果然不久后 一只藏狐走了过来 狐狐人围着陷阱不屑笑道 一个练机器的小子 也想用这种垃圾陷阱抓我 大爷我可是杜劫起的八戒灵狐 不过 鸡腿尾声太美 打算拿着鸡腿 就把那个垃圾线震碎 可下一秒 绳子却一下收紧的捆住 他想运船妖力 却惊骇着发现 绳子上的力量 比他更恐怖 接着就晕了过去 等他再度醒来的时候 已经被五花大王 铃铛还被绳子勒住 藏狐泪流满面 我的铃铛又坏掉了啦 你带着藏狐准备回青银葱 可狐狐狐却发现 天上有只三头怪鸟 赫然是原一期的凶兽 你对小婚女一笑 荼荼荼 吃了这么多天的米饭 想不想吃烤鸡 接着 偷出一本书 仔细看了看 机下真去云长中信号 就丢掉了 然后双手猛然 凑出一个大水球 往天上一扔 迎风就涨 眨眼间 化作一头咆哮的水龙 怪鸟 连一招都没拉得进出 就被秒杀 小师被崇拜看着你 好业 大师兄好棒 接着飞快捡起 刚才被你扔掉的秘籍 大师兄看的一定是一种 无上功法 可谁知上书五个大字 水系功法 入门金药 这不是昨晚 用了垫桌脚的那本书吗 你嘎嘎笑笑 毕竟这是个练剂 只能用一些低阶法术 珍惜对的多了 威力呢自然大 而且你资质很差 用过一次后 珍惜一转路线 瞬间就会遗忘 所以临时看 临时用 回去路上 糊涂糊旁敲色机 师兄啊 你喜欢什么妖兽啊 你随口答道 当然是小狐狸啊 给小师妹修的是满脸通红啊 嘴上不在意 心里却高兴极了 好耶 师兄又是喜欢狐狸的话 那不就是喜欢我吗 你也连宠你 都说女儿 是父亲的小庙 这小庙 谁盖谁不迷糊啊 一旁的狐主任 生无可恋 要是被前修在附近的老同伴 看到他这个样子 就没法做狐狸啊 身为杜杰奇强者的尊严掉一地啊 他默默催眠自己 只是自愿被绑住 绑着玩了 绑着玩了 可铃铛上传来的勒痛感 让他泪溜满面 糊涂肚指着帐篷 大师兄 这真的是狐狸吗 长得好丑啊 你点点头 虽然丑是丑了点 但一眼盯针 的确是纯纯的狐狸 狐主任听了二人对话 牙齿都快咬碎了 你上前解开绳子 帐篷蒙了正眼 天地瞬间停滞 没错 属于杜杰奇的那个他 又回来了 小子 你居然敢 哎呦呦呦 疼疼疼疼疼 刚想威胁 却被你一把按在地上 当天那带针器 被压制的是死死的 没搞错吧 这个电器器 凭什么压制我啊 忽然他内心狂震 莫非是哪个前辈大能 连忙毕恭毕敬 小的知错了 还请前辈手下留情啊 你翻那个白眼 别急 就让你陪我家小师妹玩几天 他高兴了 我就放你走 狐主任 只能喊你暂时当了宠物 这天 有名叫祖院的弟子 前来送书信 他嚣张不比 给我听好 半小时内 搜索区掌门分报到 你一眼定真 这家伙的面板上 赫然写着四个大字 魔教圣子 姓名 祖院 评价 一个有些高调的大反派 好家伙 魔教的人 居然握紧到清云宗来了 没等你 给这家伙一个教训 小竹风的护山大阵 瞬间被激活 一时间电闪雷鸣 三师弟陈长生走了出来 并且还放出底牌 动用了上百个 一模一样的傀儡 祖院人都看懵了 这每个傀儡 都有足足原因期修为 上百个原因期 这还打个屁啊 一旁冲出来个人 他叫凌峰 是祖院的师兄 欧阳师兄姐们啊 有话好好说 他头皮发麻 怎么小竹风的人 都这么怪物呀 一抬手 就能找上百个原因傀儡 可趁张生没听他妈废话 直接让傀儡出手 一时间 祖院和凌峰 拼着实力爆发 斩掉三个傀儡 可自己也被十几条电气击中 凌峰还能站着 祖温已经吐血倒地 可这时 你却伸出手掌 漫天的飞剑就七双刷定格在空中 够了 金色的真气大手在中间一挡 漫天的飞剑 便七双刷定格在空中 够了 三师弟平时不都是仅剩百万倍的吗 怎么今天这么不理智 老二老三给我按住他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大师兄 会替敌人挡住攻击 但二位师弟 还是迅速按住了陈长生的真身 三师弟陈长生 恶然看着你 你只是轻轻摇头 助手 三师弟怒急 当场立下天道誓言 若是十年内不杀祖渊 叫他经脉禁断 天道誓言可是有法力约束的 若不是学海深仇 不过亲一下 老二和老四都很清楚 三师弟如果完不成 他必将生死盗销 现在主员就在脸上 只要你一开口 他们俩便直接动手完成天道誓言 不需要什么理由 自家师弟想他死 那就够了 你叹了个气 我说凌峰师兄啊 你师弟吐血了 我师弟也吐血了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 这话简直就是救命稻草 凌峰联盟答应 是是是 刚才不过是斗气鄙事而已 现在都结束了 这一话说完 你挥挥手 行了 放了他吧 他如梦大赦 立马带着祖渊回去 还没跑两步 你淡淡道 一月后 有宗门大笔 我希望你的祖师弟 也能够参加 凌峰苦涩道 欧师兄 何至于闹成这样呢 我们可是掌门弟子 你只是淡淡回答 我不是在和你商量 如果掌门不同意 你就说是我说的 还有 我不姓欧 我姓欧阳 等祖渊跑远后 四师弟白飞雨担忧道 祖渊会不会 趁着宗门大笔之前 就跑了呢 你翻了个白眼 跑就跑呗 不然能怎么办 难道现在去掌教风 把那小子们四肢砍了吗 谁知这话还没说完 二师弟冷轻松 蹭的一下站起来 八戒就追 八戒 你给我回来 劈头盖脸一顿嘛 这小老弟也忒耿直了 有事是真上啊 另一边 陈长生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在梦中 自己又回到前世 永无天热的世界里 自己一身血雾 不断砍杀冲上来的魔头 他已经快游进灯窟 但始终忘不了敌人的样子 那是身穿一身血红长包的 魔族圣皇祖渊 掀起墨师战争的 罪魁祸首之一 而此时 大师兄就被反绑在这人面前 陈长生血泪流下 墨师中 大师兄始终挡在自己 最前面遮风挡雨 也是因为保护自己 才被魔皇抓捕 可就算这时 大师兄还是嘶吼 快跑 老三 快逃 扑斥一声 长刀露体 大师兄被祖渊所杀 最后的口腥 还凝固在那个桃子上 陈长生血泪流下 可面对仙人级别的魔皇祖渊 他渺小的就像蝼蚁一样 忽然梦醒了 从床上坐起 冷汗狂流 嘿呦 做噩梦了 是大师兄的声音 怪师兄阻止你杀祖渊吗 陈长生郁闷道 他当然知道师兄在担心什么 清云宗内 禁止同门相残 如果真的杀了 他就得被废掉修为 逐出世门 刚才放走祖渊的时候 你逼着他们承认 一切不过是同门贴错 也是这个原因 你笑了 师弟 刚才做印记了没有 陈长生表示 刚才在对方 斩上他三个分身的时候 就已经种下神魂印记 对方就算跑到天海角 都逃不出最终 你满意点点头 老三做事 还是滴水不漏 比某个之后 提剑往上冲的蠢货强多了 陈长生得了夸奖 乖巧多了 师兄 如果我说杀掉祖渊 就能终结一场浩劫 你会相信吗 你一巴掌拍在他脑门上 浩劫不是杀谁 就能终结的 一个祖渊没了 还会有另一个祖渊 而且这种事 不是你一个 结单期的废柴该担忧的 说吧 你头也不会走出房间 要真的有浩劫 只要我不死 天就踏不下来 我可是你们的大师兄啊 另一边 凌峰和祖渊 回了掌教封后 汇报了一切 掌教东须子有点淡疼 欧阳这小子也太嚣张了吧 哎 自己这个大徒弟凌峰 啥地方都好 就是性格太老好人 为人太正直 跟着白莲花一样 等凌峰回了祖渊房间 他一脸关切的 问师弟情况如何 祖渊内心暗恨不已 要不是这个白莲花师兄 让自己去小珠峰送信 哪会受此大辱 等自己潜心修行后 拿到清云宗至宝 定然要涂着清云宗买门 但脸上 还是陪着笑 多谢凌师兄关心 今日救命之恩 祖渊莫尺难忘 可话音刚落 刚才 还一脸和善的白莲花凌峰 一把将他提起 莫尺难忘的话 需不需要我帮你 把牙齿一颗颗的拔下来 以后少给我找点麻烦 如果还有下次 我就亲手干掉你 说吧 一把将人丢下 滚吧 今天 你带着小师妹 去掌教风点燃长明灯 可刚到门口 门口俩石狮子就拦住了你们 来者何人 说出口令 你上去就是一个大地兜 你俩昏头了 我亲手捏出来的 还敢跟我要口令 听好了 口令就是 你爹我来这里 从来就不需要什么口令 俩狮子一脸憨笑让出道来 甚至像狗一样摇尾巴 他们俩 是你以前练习土戏法术时 随手捏的 因为诸如的真气过于旁大 所以开了灵质 你勾勾手 来 拖着我们上去 狮子是尴尬不已 主人 掌教风的规矩 是只准不行 哈 我没听清 你再说一遍 感受到体内真气正在被收回 石狮子瞬间立正 主人的规矩就是规矩 来来来 您抬腿慢点 要不要我再怕低点 等你们走后 祖渊也来到了掌教风 剩下那头石狮子 咳嗽一声 来者何人 口令 联想到你之前的行为 祖渊也嚣张无比来了一句 口令就是 你爹我来这里 从来 我才咧 话还没说完 一个大笔都给他抽飞出去 然后还用法术禁锢 法战十个小时 你们在上山的路上 一个女修遇见飞来 姓名 苏灵儿 评价 一个擅长吹笑的极品顶物 系统面板上显示的东西 只是字面意思而已 这家伙的确是个青春美女 一把抱住你 师兄 你都好久没联系我了 我还以为你把灵儿忘了呢 你有点脸红 哎呀 这个触感有点舒服 忽然小师妹糊涂涂站了出来 把你们俩分开 师兄 这位姐姐 就是你说的那位 普通朋友吗 苏灵儿 当然知道 像想要的骗子什么心思 是啊 师兄 这位 就是你们小竹风 新收的小弟子吗 这个小子 意思就是 你个小屁还搓一板身材 就别掺和了 你脸懵逼 看着这俩女人 明明语气之间挺客气 但不知道为啥 总感觉火药味很浓啊 苏灵儿掏出一根玉霄 眉目穿青 师兄 我给你吹销好不好 咳咳 你一脸尴尬 忙完了你来我房间 咱们再细说 二女一路争风吃醋 你们来到掌教真人面前 本该是顺利的去点燃长明灯 可洞虚子却表示 哎 我不允许 你一把拽住老头的胡子 老家伙 我跟你客气 你别上脸啊 糊涂的人都看懵了 师兄 这可是清云中掌教啊 天下盗门的领袖人物 洞虚子也不发火 这是淡淡表示 怎么 你打我徒弟的时候 也这么嚣张吗 你老脸一红 的确是自家老三先动的时候 我师妹在这儿呢 给个面子 你还揪着我胡子呢 我不要面子的 洞虚子耍起了无赖 表示下月 这是宗门大笔 你那个特殊真气 不是能点化灵兽吗 到时候 给他整个一笼一缝 两头锐兽撑场面 你一针汉颜 老头 点个狮子还可以 但点锐兽 会遭天罚的 哦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还点什么长明灯啊 点鬼去吧 有本事大佬和我点了 星星星 我给你折 交易大政后 洞虚子一脸和爱 带胡兔兔点燃长明灯 点灯关完后 就算是轻松弟子 这时候 胡兔兔很好奇 我家大师兄的长明灯 是什么样子的呀 洞虚子拿出一盏油灯 这灯光比什么都弱 甚至到了一种 随时就要覆灭的程度 这代表 你的生命力极其微弱 胡兔兔不敢置信 师兄明明很强的呀 洞虚子 意味深长道 强 不用吗 昙花一现的经验罢了 修仙界 从来不屑天才 就比如 你当初看到洞虚子面板的时候 同样 也是几乎天斗之子 姓名洞虚子 根古时 魅力时 幸运时 见到 自制时 评价 十项全能的 清云宗长教 这老头在他年轻时候的年代 同样 也是力压大界 横断星空 吊打同辈天教的耀眼天才 等呼吐吐出来的时候 明显是刚哭过 拽着你的衣服 师兄 我肯定不会让你死的 一脸猛逼 发生什么事了 等你们俩回到小竹风的时候 二师弟冷轻松 正在和四师弟白飞鱼比剑 他俩 针对剑道的争论 从来没断过 上古间先转世的白飞鱼的剑道是 心中有剑 万物皆为我剑 而冷轻松所修的剑道是 我即是剑 剑即是我 这二人争论不休 小师妹 若若问了一句 就是有没有可能 差点让一旁的陈长生笑喷出来 眼见的老二和老四越吵越凶 又差点把房子给拆了 你体内真气翻涌 都给我滚 把这俩户都给先趴下了 三师弟一月后 静和魔教圣子祖渊决斗 你有点担忧问他 怎么样 一月后的宗门大笔 有信心吗 毕竟好歹对方也是个气云之子 到时候来个灵场暴肿什么的 并不奇怪 陈长生心里有点不确定说道 胜算不是很大 大概四成嘛 你惊呆了 这么高 以三师弟的狗和老六的程度 你问的有信心 和他理解的有信心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你是想单纯问他 有没有信心赢过祖渊 三师弟想的肯定是 能不能在宗门大笔上 所有长老出手的情况下 长教干预者 祖渊暴肿四五次以后 自己依然能够成功将他击杀 次日 你们来到青春宗的外门 这里都是一些想要加入宗门的年轻人 有个扛着巨木爬上的身影 吸引了你的注意 此人名叫萧峰 听人说 他从小根骨被夺 丹田被废 父母被杀 兄弟反目 被从小生活在一起的未婚区 羞辱退婚 被家族人耻笑 为了复仇 他加入青春宗外门 做一个杂役弟子 拼命打欧金骨 就是要证明 一件没有根骨的凡人 也可以踏上修仙之路 好家伙 这主角buff都叠满了呀 你仔细看了眼他的系统面板 姓名 萧峰 大帝之姿 评价 经典废柴柳 开具的悲情男主角 贵贵 大帝之姿啊 偷偷又一个威眠之子啊 正琢磨着 该如何将其拐走的时候 忽然 前面传来一阵骚动 有着是萧峰 和一个少爷模样的人 起了争执 少爷马兴叶 夺了 他参加万门鄙视的资格 那是他唯一能进 青云中的机会 少年怒吼 马兴叶 你欺人太甚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抹起少年球 说吧 将巨木砸在地上 一拳打碎 这一下 给周围的围观群众 都看懵了呀 天啊 这可是比铁还硬的 铁金木啊 此子恐怖如斯啊 可对面的少爷马兴 也却不以为然 打碎一根铁金木而已 对修士来说 算个屁 萧峰 你这个练剂期 都没有的废物 滚吧 萧峰 虎目之虹 一声不吭 扭头就打算走 既然青云中容不下他 天下之大 最有合适的地方 这时候 你感觉是时候该出场了 等一下 看到你出现 刚才和萧峰伍比的少爷 陪着笑 哦 原来是欧阳师兄来了 你虽然只有练剂期 进阶比马兴也还低 但小朱峰大师兄的名头 早就全清云宗都传遍了 要是有人敢不服 那小朱峰的二师弟 三师弟 四师弟 不介意为敬爱的大师兄 出口恶气 你表示 既然萧峰的实力 大家都看到了 那不妨给他一次机会 你们俩比一比 不就知道 是有资格进清云宗了吗 少爷虽然面色难看 但也答应了请求 毕竟 萧峰再怎么说 也就是个力气大的烦人而已 逼斗很快开始 马兴也的实力还是不错的 助击期 一手火球术 打得萧峰是狼狈不堪 空有体格的他 只能硬扛法术 很快就鲜血横流 就在所有人 都以为他有落败的时候 一声怒吼 既然已经走了这里 我怎么可能会输 我命有我不由天 说话 他全身骨头琵琶作响 强大的气壮翻涌而出 一下 把所有法术给震开 马兴也见状不妙 连忙掏出了底牌 吃巨子购买的福传 召唤出了一个石傀儡 这怪物有杰丹七十里 一拳下去 萧峰必然是语名当场 可他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毫不畏惧 挥一拳冲上 最后一声爆炸 等燕尘散去后 萧峰进去沾到原地 浑身流血 赫然是已经成了个血人 再也动不了了 马兴也探作在地 这人到底什么来头 居然都把杰丹七的石傀儡 在从床上醒来的时候 满脸不干 你就坐在他旁边 在得知是你救了他之后 他闷闷丢出一句 此恩我萧峰必报 不好意思 我想休息了 随即转过头闭目不语 你翻白眼 喵的 跟四十弟小白上山的时候 一个屌样子 拽得跟二五八万死了 你可不惯着 这些欺云之子的臭皮气 医药费结一下啊 总共十块上品临时谢谢 萧峰这下傻眼了 比如说十块上品 他那一块下品都掏不出来 不满道 这笔钱我先欠着 日后 必百倍千倍还你 看这后油盐不尽的样子 你画风一转 根骨被夺 父母被杀 兄弟被判 未婚妻退婚 你占了几样 萧峰猛然睁眼 你到底是谁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 一翻白眼 贵贵全占了呀 不愧是欺云之子 Buff都贴这么厚了 我是谁不重要 说吧 给他喂下一粒丹药 让他迅速恢复了健康 接着 再施展出浩瀚如海的真气 让人动弹不得 这一赏一罚 给萧峰都搞梦了 这人到底什么意思 你表示 如果想解决 无法修炼的问题 那就要做 小珠峰门下的机密弟子 萧峰一口答应 现在他也反应过来了 这人 纯纯就是自己的大恩人啊 不过 他还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 为啥你会这么帮他呢 世界上 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你随口说道 你就当是我一说兴起 看你能走多远吧 系统传来提示 检测的宿主 和一位天兵之子 产生因果羁绊 当前任务进度五分之四 你松口气 总算快把这个任务做完了 这是系统给你的第一个任务 他判定天命之子的条件 异常苛刻 既能身负 九位天虎学买的胡涂兔 都没达到机魂任务的等级 至于剩下的 就是那三位师弟贡献的 二师弟冷清松 是自己从小带大 三师弟陈长生 本身就在青云中 四师弟白飞羽 是和师父 去人族城市拐回来的 玩手后 萧峰还有仪式相求 表示他在外门几年 也有位朋友 带他相当不错 请师兄接一些零食 就当离别时的送爹礼 一大手一挥 直接给了一百块 于是六师弟萧峰 带着零食 去找他的至交好友赵师弟 可这位赵师弟却一脸傲娇 我对你好 不是因为 希望从你这得到回报 你走吧 我不想看望你 萧峰一脸无奈 这位赵师弟的脾气 他知道 有点女孩子家的娇气 但过一会儿就好了 等萧峰和他告别后 赵师弟解开头顶的帽子 长发皮肩泪流满面 萧峰哥哥还真是个木头 等你带着萧峰返回小株峰之后 叫来了三师弟陈长生 他一脸懵逼 这不是未来的人族大帝萧峰吗 怎么称我师弟了 原来你的想法很简单 萧峰不是根骨被挖了吗 你想着 让他走上股体修的炼体路线 于是叫来三师弟 在他背上纹身 你再为这纹身注入真气 演化灵制 如此一来 六师弟萧峰 可以借神兽之力修行 大手一挥 直接整五个神兽 左青龙右白虎 上猪雀下纤舞 麒麟在中间 陈长生听完后 大惊失色 我操 原来萧天地的五方神兽 是我画出来的 原来在上辈子重生之前 人族大帝萧峰最有名的 就是在他身边出现的五方神兽 孤儿每次出手 都能以神兽威压 震慑妖魔 带领人族走向胜利 说干就干 目前萧峰无法承受五只神兽 但就先画木属性的神龙 和火属性的凤凰 木营火势可生风 陈长生很快在背上画完 接着你注入海浪真气 伴随神兽灵之开启 天地变色 电闪雷鸣 这是上苍 对你造物的行为表示不满 雷结降临 不光是雷结 在天空中心 还有一只眼睛正开 这正是天罚之眼 天眼扫过下方 很快盯上了藏壶 它线微最高是杜结期 胡逐的连忙撩头 这几个小鬼疯了吧 竟然引来了天雷 天道爸爸不是我 冤枉啊 白飞鱼心中诧异 这天罚之眼 笔直上古时期 衰弱的不成样子 天罚之眼看了眼他 眼中闪过一丝金句 是他 他居然转世了 趁他还没成长起来 钱 劈死他 白飞鱼预见而起 在天罚之眼前一闪而过 留下一句淡淡威胁 你还想被我再次瞎一次吗 顿时天罚之眼牙火 得了 惹不起你 但引来天罚的人 我还惹不起吗 接着就劈出一道紫电 朝消风而去 这下 白飞鱼和冷清松 程长生同时抱贺 找死 他们三个同时遇见出手 天罚之眼有点懵逼 这些柔衣是怎么敢的呀 平时雷杰来的时候 哪个消遣到老 不是哭着喊着 求天都爸爸亲脸披 怎么到你们这儿 就变了呢 而且偏偏他还无法还手 因为引来雷杰的消风 才助击期 导致雷杰也被削弱得不成样子 得了 跑路吧 下面的脏壶看的是一脸懵逼 啥情况 打他出声级 就没听过天罚之眼 跑路这种事二位 实在太屈辱了吧 天罚之眼 怨毒看了这仨人一眼 给我记着 等你们肚解的时候 老子劈死你们 施加了一道禁锢 这是天道潜能 三位师弟再一天 也就结单期 想伤到天罚之眼 那是不可能的 可这时 你的声音淡淡响起 想走 问过我了吗 天地灵气 疯狂插着小猪风会去 随即 凝固成一只苍天巨手 一下捏住 这下真的是反禁忌了呀 一个亘古威恶的声音 想撤天地 何人敢出货天道 一时间 天空都变成了血色 但你冷笑一声 一抬手把天罚之眼给拽了下来 这下 天地威压疯狂超年涌来 天空中 浮现一张巨大的人脸云彩 你们也给他成型的机会 苍天巨手再出 直接一拳打抱 想恶心我 你还不够格 让大盗来吧 接着 你控制着天罚之眼 将其硬试声 摁尽了六师弟消风的眉心 此刻 神龙 凤凰 从他背后浮现 与此同时 眉心一只眼睛张开 这下好了 天罚之眼 五方神兽 萧峰是彻底起飞啊 他的属性面板 也发生了惊人的改变 姓名 萧峰 秀为 堪比皆单 评价 谁言人足 无大地